有一种类,叫胡思乱想,活受罪,一件小事,被你想成了天大的事情,不明就理得以为是尖崩地裂了,小事情想多了,费神,分脑筋,费心,大事情想多了,你又解决不了,想来想去,就是心烦意乱,无济于事,一件好事情,被你想太多了,总以为福西或所福,向着背后的坏结果。 就不高兴了,耿耿于怀了,一件坏事情,你想多了,糟糕透顶了,感觉得了焦虑症,放过自己吧,真的,别想了,想不通的事情,不如放下,得不到的东西,不如放弃。 世上本无事,由人自要知,哪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发生,人生一辈子,最大的事情,莫过于生死,除此之外,不过是过眼云烟,不值一提吧。 当你看到残缺的东西,要知道,残缺也是美,世上本来不会十全十美,你想那么多,总是盯着残缺的地方,就把缺口放大了,熟血盆大口,让人往而生为。 当你遇到得不到的爱情,总是冰想,那就伤心了,不是夜夜哭泣,就是孤独难耐,否则就是精神闻米不振,还有金钱,你好想多一点吧。 可是,命力有时终须有,命力无时莫抢求,一辈子多少钱,其实算好了给你,就是钱很多很多,不过是从你手里过,生不带来,死不带走。 何必去想,人心只有一颗,拳头大小,真的装不下全世界,那些可以装下大海的心,其实不是真的把大海放在心中,而是一边得到大海的精华,一边失去大海的糟粕,那些可以包容世界的心,其实是把世界的美放在心中留存,把丑陋的一面,统统抛弃,放过自己吧。 别想了,注定要离开的人,你想,他也不会回来,注定失去的东西,你想那是白想,忘了得不到的一切吧,得到的是缘分,失去的是缘禁,一切随缘,毕竟,人的精力有限,心的容积太小,想多了,是生命的负担,是活该受罪,并不是你想要什么,就会得到什么,谁都不是神,没有七十二点。 放过自己吧,算是我求你了,别胡思乱想,该来的回来,挡不住,该走的回走,留不住,你不顺其自然,那就是背道而驰,真的很艰苦,并且是费力不讨讨,挤不尽的茄子,丢了吧,挤进去了,磕脚,不是你的伞,别躲,钻进去了,也是心寒,走得急急忙忙,脚痛,想得轰轰烈烈。 心痛,人生几十年,为什么想那么多,而不是给生命轻松和自由? 余生,告诉自己,一切顺其自然,任务都难写背风。 我自亏然不动,做看云者云书,闲看花开花谢。 余生,最好的活法就是,把日子过成有自有味,把事情做得问心无愧,把感情珍惜一生一世。 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文中配图来源网络。 谢谢原作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原作者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